Hello 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那今天我要捏的模拟小人呢 是ESTJ的人格形象 那ESTJ呢 纪律严明 果断负责 他们乐于承担责任 能够出色的完成任务 他们是直接诚实的沟通者 那为了使ESTJ 这个人物人格更加的具象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影视作品里面的 形象和人物是ESTJ 那我们这里有 Laura Lainey 还有那个 Judge Judy 以仲裁为基础的 真人秀节目 还有Ella Baker 然后他有最最搞笑的 一个是 Dewide Schrute from the office 我现在再给你们看一个短片 然后这就是完全的ESTJ的内心写照 J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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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ing to be your new boss It's my greatest dream come true Welcome to the hotel hell Check in time is now Check out time is never The office这一美剧 真的是笑死我了 那Dewide真的是担当了 很多搞笑的这么一个包袱 在这个剧中 尤其是他用香烟 来就是 来搞出 Force Fire Alarm 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那说到ESTJ人格 其中的E代表外相 S代表实感 T代表理智 J代表独立 那他的一个 总经理人格类型 其实是传统和秩序的代表 然后呢 他们就适合 从事一些律师 成本估算 然后信贷分析 采购 交警 汽车定损 证件和审查之类的 一些职位 那他们就是那种 干部型的人格特性 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 和达成目的的愿望 他们就是喜欢 善于引领组织 非常务实 重视数据 可以快速的做出决策 我们现在回到 捏小人的过程当中 那对于服饰的选择 我会倾向于 选择比较简约和干练的 一种style 这一位模拟小人呢 ESTJ 那我是根据我的一位 ESTJ的女性朋友 来捏的 然后再综合一下 ESTJ的一些性格特质 那我就先说一下 我身边的ESTJ的 那几位小姐姐 那我不知道大家 就是对ESTJ的 一些看法和理解 因为毕竟大家身边的人 都不一样嘛 那我的一位ESTJ的朋友呢 就是她是一个在工作上 非常好相处 然后非常的 合作愉快的 这么一个角色 但是如果说你跟她 要出去旅游的话 真的是一点享受的 感觉都没有 我们一起去博物馆 一起去艺术馆 然后一起去游泳池 海边 那她就是 仅仅只是为了 打卡 拍照 就觉得我去过了 这个地方 就是我的钱 没有白花 然后她就满足了 她没有真的去享受 这个艺术品 她没有去 真的用心去感受 这个氛围 她没有感觉说 我在治愈我自己 或者说我的精神 得到了一定的 Nourish 一般性女性 在旅游的途中 我们就会走走停停 然后坐下来看看风景 喝喝茶 吃吃甜点什么的 她没有 她就像急行军一样 就类似感任务一样 就一定要先到达 这个目的地 然后她会看时间 就说 我们应该再去更多的地方 这样就会更加的划算 作为也是拥有 自己想法的 这么一个女性 那我在她的一个着装上呢 还是要有那么一点 小巧思 就是有自己的风格在那里 那发型呢 我会选择比较 短而简洁的发型 这样子看上去 就像不像一个 精力的形象 月染纸上 那该有的一些 女性的饰品 还是要加上的 那我们的唇部呢 就不能够太过于夸张 那ESTJ呢 有时候会以自我为中心 不会太考虑别人的感受 有点倾向于完美主义者 不喜欢别人打乱自己的计划 他们尊师重道 重视传统和道义和礼仪 他们绝不允许 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 在他们的眼里看来 家庭就像一个等级 森严的一个机构 他们是最善于服从命令和执行规定的人 那ESTJ呢 和ISFP和ESFP 共同呢 占人口比例的8%到9%左右 那我现在念的是第二位模拟小人 他是我在英国遇到的ESTJ的朋友 那大家可以猜一下他来自哪里 他眼睛超级大的 然后脸超级小 但是他脸小的同时 不是那种瓜子型的脸 是有点圆圆的感觉 就感觉他的脸部的一些形态和结构 有点像霍比特人 我在这里绝对是包一次啊 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来细节化一下 他的一些脸部特征 那我在英国遇到的这一位小姐姐呢 她是一位工作狂 我们大家经常出去一起去约饭啊 虽然我们在不一样的地方工作 但是我们是在学校里面认识的 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ESTJ的感情与社交方面的一些见解 那对于恋爱来说呢 承诺这两个字是贯穿ESTJ 感情生活的一个重要理念 在一段关系当中 他们会用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去完成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尤其是与伴侣系相关的事情 他们会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 和全心全意的态度 认真的去对待 对于ESTJ的人来说呢 做出了承诺就必须严格遵守 且承诺是一件非常严肃 不容玩笑的事情 他们所期望的感情 并不只是充满幻想和激情的浪漫 而是一段长期稳定健康的关系 因为本人是IMFJ嘛 所以我又看了一下 ESTJ和IMFJ的友谊关系 那他们就是说是重视精神发展 着眼于未来的IMFJ 和尊重传统的ESTJ 在开展一段关系的同时呢 总是面临着一些挑战 那ESTJ不喜欢计划 或行动的突然变化 但是IMFJ却关注自己的感受和状态 两者可能在部分观点上达成一致 但是并没有可能真正的特别理解对方 我们现在的模拟小人 现在有70%到80%比较像我的朋友了 那她的头发是短的 然后是带有点小卷的那种短 妆容呢就没有什么特别让人记住的点 但是妆容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舒服 就是非常ordinary的这么一个形象啦 那对于亲子关系呢 ESTJ类型的人士家庭传统的守护者 他们强调规则重视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 是尽心尽力严肃认真的父母类型 作为脚踏实地的他们 同样希望自己的子女成长成一个诚实 独立负责平行端正的人 那对于一些职业的工作上的缺陷呢 那就是说对于规则的强烈推崇 有些时候也会成为他们面临的困境之一 那他们会严格的遵守规则 同时也无法容忍那些不守时 不守规则 不按照章程标准办事的人 但是在职场中 个体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学会包容和理解 能够让ESTJ在人际关系上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缺乏灵活性是他们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务实稳健的形式风格是他们的专属标志 他们善于进行要求明确清楚的收尾工作 可能在面对创意类型的工作的时候 就感觉比较的吃力 再加上性格中有固执强制的特质 使得ESTJ的人在完成任务 与他人相处的时候 缺乏一些灵活性 并且过于死板 那和其他人格类型的关系呢 就是最适配伴侣的人格 有ISFP和ISTP 最适合恋爱的人格呢 是ESFP ISTJ ESTJ ENTJ 适合做朋友的人格是ESTP INFP ENFP 适合做事业伙伴型的人格呢 是ENTP ESFJ 那大家对这个模拟小人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像我的朋友 然后呢 色调方面也非常的相似啦 那希望我朋友喜欢 我捏他的这么一个形象 这支视频马上就要结束啦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频道 然后多多评论 然后点赞 分享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